今天我們要來騎刷冰漆 今天我們要來騎刷冰漆 那其實最主要是因為第一個是現在夏天了 然後所以我們這一戶啊它就住在頂樓 那頂樓也是因為會直接被太陽照到建築物的表面 所以其實會比較熱 所以第一個就是要騎刷冰漆來降溫 然後再來第二個呢就是 我們這個地方啊現在會有漏水的問題 就是在下面 在下面的那個天花板啊常常在下雨的時候 然後裡面也會變得下雨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來騎刷冰漆 然後我們可以隔熱降溫 然後我們也希望讓這邊可以變得更漂亮一點點 所以冰漆冰漆也是一個便宜三甲力的土填 那漆刷的第一步呢我們要先把這個空間給掃乾淨 因為其實像一個人啊長期都沒有在清理 所以其實上面有蠻多青苔啊然後一些砂石什麼的 所以我們剛剛特別去雜貨店買了一個小小的刷子 然後我們先把它進在這掃乾淨 然後就可以開始刷冰漆了 我們剛剛已經清掃完地面 然後把地面大概的砂石啊青苔都已經掃乾淨了 然後現在就要來開始漆刷冰漆了 那我們這次用的冰漆是卑微90度 是淺淺的藍色 只是我們最多粉絲喜歡的顏色 所以直接就特別去刷這一色 然後現在就來看一下給大家看 用肉眼看的話它是還蠻明顯的鮮彩色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要來刷冰漆囉 那大概要再加入10%到20%水 然後刷具上面一般可以使用我們的這一組張餅的文童刷 然後如果粉絲們抽到一看就知道 它是這樣子有三個零件 然後其實就把三個零件拆開來組裝起來 然後它就這樣子 然後它就用個一樣卡進去 然後它就可以弄緊了 然後就可以是一般的圖頭刷 然後可以再夾上這個 這個就可以來把它變得很長 一個人這樣子我們在刷地面的時候 就不用你知道腰一直彎著 腰很痠啊 然後其實起刷起來也會比較方便 然後這個很棒 這個是可以伸縮的 它可以伸縮到這麼長 那但是 其實大概應該這樣子就夠長 然後所以等一下刷就可以這樣刷 然後也可以塗刷得很快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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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現在滾筒刷都已經塗刷完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會有一些細節的地方是我們滾筒刷刷不到的 所以我們就拿一般的小刷子來把它補除就可以了 這一支是比較大支的四吋刷子 所以用這個就可以很快把一些我們可能滾筒刷刷不到的地方給把它補齊了 好了我們已經漆刷完了喔 那這樣子的話樓下就不會再漏水了 而且現在刷完兵器之後溫度就會直接下降大概7到10度左右 所以室內可以涼快很多喔 而且重點是現在真的已經變得美美了 那這樣已經有分只是單吃水了 然後灰灰塗子的顏色現在還是很漂亮的天藍色喔 真的是剛才都已經吃了 今天我們有一個多年的阻止